但是不知道哪个狗头军师 去想输这一招的 气道标骂出主意的人 是狗头军师 花了近50万的初选文宣费 差点作废 因为传出党中央 不想让心肺大战的 惺惺之火在燎原 有意提前做谜调 我们还没有决定 当然能提前最好 但是应该是很难 不要在背后 用这么多的小动作 那胡搞瞎搞 怎么可以用这种 没收初选的方式 去保障现任呢 没有任何的理由 跟正当性 去在双边已经谈判 好了以后 再去做制度上面的变更 许巧新把地图炮 转向党中央 连同对手一并扫射 中间跟背后 有没有人操作 我个人作为挑战者 我当然是有这样子的疑虑 突然要提前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可能 是跟我的竞争对手有关系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 但许巧新早早撂下狠话 一旦提前做民调 绝不可能坐以待毙 我没有考虑退党 但是如果今天 党中央没收初选的话 比方说他们如果去 强硬的去撕毁 我们两方面的协议 然后呢 去把初选的其成 任意的去做更改 那我想我会做出 我认为我应该要有的行动 我没有说一定要民调提前 如果他们两个都要求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 他如果没有要求的话 我单方面的事情 那就不是选项 不是考虑的选项 原以为提前民调 就能心肺复苏 但无奈心肺大战 早已心火燎原 提前做民调 反成了提有救火的搜主意 靖新闻黄轩陈胜义 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靖善靖美 靖好新闻